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想着急走又联系不到车主怎么办呢 来 上上车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自己看啊 我完全没有干预 他自己缓慢的出来 这是当你在山上里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我们的车可以自己带你出去 而且现在你不需要担心 他会碰到行人什么的 他能自己规避 是想一下这个场面得有多帅 在过去十年 辅助驾驶技术可能还得看国外品牌 但现如今的中国性能人 你言是全球品牌标杆性的所在 派篮图导航去汉江加滩 为你找到多个结果 想去第几个 OK 从现在开始 全程由他带我们过去 看看中途呢 他会不会让我接管 会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 前段时间同志还给我吐槽 说开燃油车自驾去318路线 结果呢动力不足 其实就跟人一样 车到了高原地基也会经历高反 然后车呢因为燃上不充分 导致动力不足 电车呢也会续航下降 但是呢混动车辆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因为它是持续的油用电嘛 318公里的纯电续航 加上1458的综合续航 这样的纯电续航成绩啊 即便是在SU混动车型里面 也是相当夸张的 就你坐在车里面对于一些 坑坑坑坑的时候 你貌似都好像感受不到 来自于地面的反馈 前双绿独立悬挂 加后HB独立悬挂 这种传统认知里 只有豪车才有的配置 加在一块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提高你整个的乘坐体验 体盘全力的 前后复车也是可以的啊 既然不光光是只有轻的话 更重要的是让你驾驶起来更加灵活 就像小轿车一样 直纳达达 你懂那种感觉吧 嗨 蓝图 来了 来了 打开座椅按摩 打开窗户 空调调到24度 主户架空调设为24度了 主驾车窗正对 同时完成都个项目啊 这感觉相当可理 它搭载的是815芯片 在量产车里已经是这个 而且呢 它还会提醒我 它要变道了 注意观察座边的情况 很细心一点啊 会时不时的提醒我 要手握办法 在离下车道 还有较远距离的时候 它已经在为这个变道做准备了 而不是事到临头才开始做的 前方将使用车道 目前的辅助驾驶呢 我觉得富有两种啊 一种呢是像你孩子 刚来家要给你开车 你会更加操心担心的 另外一种呢 就像今天开的啊 它表现的更像是一个老司机 变道减速下车道 一套流程新运流水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辅助驾驶啊 你上的车你得放心啊 而不是让你变得更担心 你说是吧 OK 一路上也没有让结果啊 辅助驾驶是百度做的 百度在导航和辅助驾驶电话 做的确实很厉害 蓝兔福利塞奥巴呢 真的在混动SUV 打了一个很好的样 长存的信号豪华的底盘 以及NCAP五线安全 不仅体现中国车企呢 在技术革新品质提升 以及安全方面做的努力之外呢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中国车企 尤其是新能源 逐渐脱颖而出的原因 观念最近购车呢 还有限时优惠21.99万元起 现在下定 还有限时下定 至高最小价值 29294元的购车权益 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